南條安總療養的重營求數已經下降到一般3900 空氣三件 無上65世紀上的 論言價差有3426三件 也得論言價為其量需求規則 南條安VisionQ出團博力基督高議員合作 看總療養Vision所開拍的物理治療所 希望現場的論言價做得全權的 得到規則為其量服務 院政府VisionQ跟保理基督高議員合作 三個物理治療所真實運作 Virror鄉親均均的主要服務 不是再過碰上碰下在東外鄉鎮 我想因為這樣子的開辦一定能夠解決中療 像我們這個長者他們在物理復健方面的所需 博力基督高議員說 認證中療養六三四一三 中逼 比你驚驚蚵蚵 年三五 還超過兩三 認證年齋頭貴箱 本物理治療所效果以後 故事也拜張千頭醫療執念 相對不拉中療養 要得到的欠保守的支持 我們希望長輩能夠有一個很好的這個環境 就醫環境 特別是在我們中老年以後 一些要積極復健的這些治療 能夠有不間斷 讓他們的晚年能夠 或是他的生活能夠有更有生活的品質 因應我們未來呢 長照的需要 老年人口照顧的需要 那這個部分的這個業務呢 相信會得到鄉親的支持 中逼 向美生所說 鄉親那間有福建市區 做得每個禮拜一六百元 送辦時間 那裡的美生所來做福建 希望大方醫療執念 多多求疾 我們中逼 鄉親在這裡 和那裡實際照顧 這個新聞 李鳳琦 南北報導